好荒唐的 怎么妹妹还会成为了两个人恋爱的障碍了呢 因为我和我妹妹本来是没有血缘关系 因为我和我妈妈和我继父是一个重组家庭 然后继父四年前已经因为一些意外已经去世了 所以留下了我妹妹在我家里 从小呢我和我妹妹的关系就特别好 比较亲近 她可能也比较依赖我 我会比较照顾她 但是可能在我女朋友看来 她无法理解 你跟妹妹在一起生活了多少年啊 九年多快十年 还有一部分时间等于是她的生父去世了 你再帮着照顾 对对对 这个不是挺好的吗 可是在我们眼中或者是朋友眼中 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太过于亲密了 不是兄妹之间那种简单的关系你知道吗 你见过有哪个妹妹说这么大人呢 我们两个出去约会 她必须得跟着 她不跟着的话她就时不时打电话 比我这女朋友差的还要勤 我们过马路 我们两个都没有牵着我 她必须得挽着她胳膊断了 她衣服才能过马路 或者是我们好不容易想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 她妹妹就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 就是各种借口各种理由 必须得让她回去陪她你知道吗 我觉得她妹妹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但是啊但是我觉得一个妹妹对哥哥偶尔撒下娇 然后在她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我适当的照顾她 我也觉得这完全没错我觉得很正常 第一次去她家吃饭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以朋友的身份去的 然后她妹妹还挺好的 可是第二次我以女朋友的那个身份被她母亲邀请去她家做客的时候 她妹妹态度马上就真的是大转变 她还把我拉到一边去 跟我说什么她哥哥以前有多么多么花心 我觉得我无法理解这种关系 我觉得很不可理喻 她虽然是跟你说了这些 但她完全我觉得是一个小孩子 虽然她 你今年21岁 你妹妹多大 我妹妹比我小一岁 有男朋友了吗 以前谈过现在已经不在一起了 这不是没什么吗 可是我们去 比如说我举一些例子 就我们去 她说好了教我游泳 结果她妹妹又来了 我也没多说什么 可是她那一整天都是在教她妹妹游泳 根本连跟我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真的太过分了 我一个做哥哥的 我带妹妹一起出去玩 教她游泳 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 我觉得这也应该没什么 什么叫接触 那根本就是搂搂包包的 虽然我承认我可能对你有些疏忽 是我不对 但是那毕竟是我妹妹 我也希望你能多关心她一点 包容她一点 理解我一点 这样我会非常感谢你 好吧 并加爱你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你有没有跟她说过 说以后不要再有这种事情 我要她跟她妹妹说 但是她从来答应得好好的 但是她跟妹妹说话的时候都是 就是那声音温柔的 甜得可以滴出蜜来 你知道吗 我觉得要不要这么恶心 但我今天我觉得很过分 她对我的妹妹那么温柔 她对妹妹 该怎么那么温柔啊 你也应该知道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妹妹是个比较 身世比较可怜 因为她一岁的时候 父母就离异 母亲就不管她了 四年前 然后父亲就已经 因为一些意外去世了 我们这个关系是比较复杂 不是我亲妹妹 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我不能打 不能骂 别在外人看来 以为是我们 这个重组家庭的后妈 虐待她怎么了 所以我不好说重话 所以我可能语气 比较可能平缓一点 柔和一点 可是我生日内 为了她 你把我一个人 孤狸地抛在电影院 你觉得那样做 你就对了是吗 朋友都把时间 留给我们两个人 说想让我们两个人 好好相处 特意把她给 引开了 结果 我们两个看电影 看一半 她又出现了 出现了她说不舒服 你就把我一个人 抛在那里 然后你就带她回家了 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啊 那个事情首先 我跟你说真不好意思 但是我妹妹到那里 我不可能 把她一个人 压在电影院门口 我自己安安心心 在里面看电影 不管任何时候 她妹妹总得想方设法地 插在我们两个人之间 我真的觉得 她妹妹她这个人 人品就是有问题 你知道吗 什么叫人品有问题 就是人品有问题 她从小时是这么可怜 你就不能可怜一下她吗 我觉得她已经 现在很可怜了 你现在这么说她 你是对她人生的 你之前跟我说了 我是觉得她很可怜 我想对她好来着 可是她怎么对我 听什么她对我那样 她生事现在这么可怜 你作为我女朋友 你是她嫂子 为她多想一点 为我们这个家庭 她从来就没有 叫过我嫂子 我那次为你做饭 我把饭菜都做好 做给你吃 做给你母亲吃 结果她跟你妈怎么说 她说那是她做的 不是这件事很过分吗 她现在完全是一个小孩子 向家长邀功 受表扬求关注目的 一个表现 你就不能想一想 你能跟一个小孩子 计较什么 我问个问题行吗 这局面其实已经出现了 对 就是要让你在妹妹 和女朋友之间选择一个 你选择谁 必须选择吗 必须选择呀 为了以后常给 我想跟我女朋友 走在一起 因为以后我妈肯定会 照顾得我妹妹 照顾得很好 那为什么我一直要 你跟她说清楚 你就是不愿意呢 虽然我知道她确实 她很可怜 她心里很脆弱 就像你说的 我也尽可能地去包容她 为什么你就 不为我想一想呢 你希望她 你男朋友怎么 跟她妹妹说清楚 我希望她们两个之间 不要再那么 亲密 然后保持一点距离 可是她妹妹 很做尊重 她动了我东西 我随便说了她两句 结果她跟她妈妈 就是去告状 说我什么小气 然后说 我对她很凶怎么的 然后哭哭啼啼的那种 她拿的不过是一件衣服 如果是家里人的话 我真的觉得 没必要介意 介意这么多 如果你真的介意 我再给你买一件 哪怕多买几件 我也没得问题 可是为什么 她要当面一套 背面一套呢 她当着你们的面 当着你妈的面 她是怎么说我的 她姐姐前 姐姐后的 有多轻敏 可是一转过身 她给我大呼小叫 没有一点应有的尊重 人家在家长面前 对你称呼 比较客气一点 我觉得这是礼貌问题 对吧 然后私下里 她有对的地方吗 我听来听去 她都不对 可能在她的立场上 她觉得我和我妹妹的关系 可能是走得比较近 你觉得近了吗 我觉得还行 不是 因为这是普通的书妹关系 会不会说你觉得不够近 实际上面 可能已经真的很近了呢 但是我们从小 可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十几年的习惯 不能因为一朝一夕去改变 我可以说慢慢适应 慢慢来 她也是一个女孩 我也是一个女孩 为什么你就不能平等一点 我妹妹 没爹没娘 只有我和我妈 而你有父母健在 有物质条件可以享用 她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我做哥哥的 多给她一些 多保护她一些 这也离手当然 可是我觉得你对她 已经是一种溺爱了 你知道吗 她已经有那么大的 我觉得你应该让她 自己去长大 你不应该 你不可能陪在身边一辈子 陪在你身边一辈子 应该是你以后的另一半 我承认我和我母亲从小 对她会有一点溺爱 但是绝不会说的 有你那么多 可是她真的很过分的一件事 我把我的狗放在你家寄养 我问了她 我真的她同意之后 她跟我说她喜欢狗狗 所以我就把狗进往她家 后来我不止两三次看到 她伸手要打我的狗狗 我真的觉得很心疼 我自己都舍不得打一下 凭什么她打我的狗狗啊 但是你觉得狗不对人 做出什么危险的行为 人没事就去打狗 她乐着玩 不可能 我基本听明白了 就是你妹永远正确 她是永远错误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跟你分手吗 因为你送我的想念 我真的我自己很珍惜 但是她老是乱动我东西 然后带了之后我跟她说 我说那你真的别再带 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 结果在那天 在饭桌上 你竟然说了一句 不就一条项链吗 你知道我送给她 我真的没那么大多 到底是那条项链不重要 还是我不重要 我觉得都很重要 但是你那天的语气 当着我妈的面 当着一些长辈外人的面 你数落我 数落我妹妹 你觉得这样就正确了吗 我当然很珍惜 我们永远的感情 我那天说的是气话 我是很珍惜 很重视你的 如果你认为 你的生活里面 那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那好 你先处理好你自己的问题 再开始恋爱 我以为他们会相处得很好 生活不是那样的兄弟 生活不是那样的 听听她妹妹是怎么说的吧 看看这个妹妹 对这个哥哥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和情绪 我们俩从小感情就特别特别好 有什么事情 我都会去跟哥哥说 哥哥也都会抱不起去 我从小就挺依赖哥哥的 后来爸爸出了事情 但是哥哥和妈妈 都是对我特别特别好 我觉得他们就是 我最亲最亲的人了 但是我就是不能接受 哥哥对别的女孩 这么这么的亲近 我觉得从小她就是 对我一个人这么好 然后现在有别的女孩过来了 我就觉得特别不能接受 因为我真的很爱哥哥 其实哥哥就好像是 爸爸一样 那个对我安全感的人 然后我觉得这 其实就是 对哥哥那种依赖 那种喜欢 不是女孩子喜欢男孩子那种 她跟我说 我们俩由你回来 记录就像男孩子 那种女孩 这个是男孩子 我像男孩子 那种女孩 那种女孩 还能接受 我们去跟那种女孩 怎么着急 就是一个女孩 那种女孩 那种女孩 我就是女孩 咬 那种女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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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想失去你 我是爱你的 你说的那些 怎么可能会忘掉 但是你真的能跟他说清楚 然后 亲爱的你先别哭 在座的主持人观众 他们都是证人 答应了我就一定会做到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请你相信我 没话了姑娘 来 请亮灯 来 麻烦你先回去好吧 请把女生的门关上 你现在可以面对那个镜头 跟你妹妹说清楚吗 刚才你不都承诺她了吗 妹妹 虽然我们没有选人关系 但是我一直带你是 亲妹妹的一种关系 所以如果你对我有那种不是面媚对哥哥的一种依赖感的话 我们还是保持一点距离 毕竟我是爱我女朋友 我希望和她长久地走下去 也是希望你帮哥哥完成一件心愿 谢谢 我希望你找到以后的幸福 找到比我一个更重要的男人 这也是我和我妈一直以来的心愿 希望你一直幸福下去 回吧 我帮你妹找对象吧 曲总说她要帮你妹找对象 她帮你妹找对象 行吗 来请外面请外面请外面 让她做这个表白是很重要的 至少让这个妹妹看到哥哥的一番心意是什么 大家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你们看好他们俩在一起 看好请选赞成 不看好请选择反对 来各位请选择 现场有73.33%的观众朋友都不看好 我来问一下不看好的朋友是为什么 来那个戴帽子的小伙子 我觉得吧 如果作为一个男人 他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亲情和爱情的话 那么他就真的不配拥有这段爱情 好谢谢 那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会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她们的选择 来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来来来来站在这儿吧 刚才她已经面对镜头跟她们没说清楚 但是以后这种事还会有 胸怀大一点 好吗 你们俩二人世界还带你们去吗 不带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 说到做到 全国人民保证